第二十届中国亚西安博览会在中国广西南宁盛大开幕 这也是时隔三年之后这个博览会首次全面恢复实体方式举行 共有22家本地企业参展 我国贸工部政务部长刘彦玲出席开幕式 并到新加坡馆和商品贸易展馆参观 贸工部指出新加坡馆以和谐共生新枢纽 携手共创新发展为主题 展示我国和中国政府间合作项目 如苏州工业园区、中芯天津生态城 以及中芯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凸显新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此外商品贸易展馆吸引22家 有意进军中国和亚西安市场的本地企业和品牌参展 他们分别来自法律和金融服务、食品和饮料 以及消费品等领域 贸工部说刘彦玲也会在后天到海口市 出席首届中国亚西安清洁能源合作周刊目 并发表演讲 访华期间他将会晤中方官员 同时与新加坡和中国商界人士会面